哇 我跟妳四人很會跳的 我四人代表很會跳的 嗯 這樣說啊 鼎喊社區的長輩們用帶動跳的舞蹈 邀請華山基金會的長輩一起動起來 很久不曾外出的華山長輩 更是特別的熱情參與 主辦單位帶著獨居長輩來到車程風景區 希望可以舒緩他們的心情 那因為 我們現在疫情剛解封 那我們服務的長輩 就是很久都沒有出來活動了 那我們在這兩三年的疫情裡面 有發現其實長輩 缺乏到外面的 跟社會的互動 有很多長輩都一直在 身體機能跟心理都一直在退化當中 那我們特別齁 在現在疫情剛解封的這個時候 也是在端午前前夕 那我們就希望說幫長輩 辦一個活動讓他們出來走走 也跟社區的這些其他 更健康的長輩能夠一起互動 華山基金會帶著長輩來到車程 遊樂區當中的木業文化館 會同水里香頂桿社區的長輩們 以及水里商工的學生 來舉辦很久沒有辦的戶外活動 除了感謝業者的全力配合以外 長輩也非常開心 我是從外地來水里十幾年 一直都是這個華山基金會 照顧我們這些老人的生活 每個月會給我們一些 家裡面的日用品 每個月都會打個電話來 請問我們老人身體好不好 我想說這個獨居老人的部分 也是很需要被看見 那其實車程你們可能也知道 車程的話它是最多就是 就業啊就是廠商 最多的廠商圈就是在這裡 對那我們就是想說 好吧那我們就一起 那個廠商找一找 然後大家就是出一點力量 力氣力量這樣子啦 議員陳書會肯定華山基金會的用心 也歡迎更多民眾共同來關心長輩 所以今天在整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華山基金會的這個主任 也邀請到我們鼎坎社區的這些老長輩 到現場來跳舞 然後可以讓與會的現場的這些長輩娛樂 所以一場的活動呢 在於用心以及它整個活動的內容 可以給足我們這些老長輩他們快樂 然後很開心 這場活動就是會成功 疫情終於解封 華山基金會也安心的 將長輩帶出門走一走 這也是大部分長輩詢問很久的活動 感謝愛心企業的慷慨解囊 讓這些獨居長輩們 都可以來到車程玩得開心 記者邱平易水里採訪報導 每一個晚上都可以判斷 判斷 向前路 我們會判斷 她的成員 架 我們會判斷 我們會判斷